中超最后一轮的结束 随着中超最后一轮的结束,也宣告了广州恒大一个赛季的落幕。 只读超级杯冠军虽然没有一无所获,但是中超连冠记录被终结,犹如一个失败的赛季,而下赛季的广州恒大会以什么的方式和面貌出现在媒体和球迷面前,也是外界所十分关心的话题。 在11月11月结束中超所有比赛后,主帅卡纳瓦罗前往深圳总部向老板许下映述值,虽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,但是关于下赛季球队夺的重组阵容肯定不会缺少,因为制邀重建阵组,广州恒大才能重振旗鼓,恢复以往的冠军实力,继续称霸中超。 而广州恒大重建阵容的第一步,似乎在上周末主场逆转天津太达的比赛里,提前让恒大球迷看到了信号,就是下半场拍上年仅19岁的新星王静泽。 当外军阿拉上演没开二度后,卡纳瓦罗就提前让王静泽出场,这也是他中超的首秀,对于他个人来说具有很深意义,比赛临近结束,实行后场场传球准确, 找到前场的塔利斯甲,塔利斯甲看到王静泽的包抄到位后,不停球直接一脚横敲到点球点附近,王静泽没有犹豫直接一脚推射进脚得手,帮助广州恒大将比分扩大到5比1。 进球后的王静泽喜极而起,他在塔利斯甲和保利尼奥两大万元的肩上哭了,塔利斯卡胡斯传球助攻,王静泽破门。 王静泽也成为了广州恒大历史上,正式比赛破门年纪最小的球员,值得一迭的是,赛后,塔利斯卡还向王静泽传授拍照时,如何摆出进驻动作的技巧。 足以说明了塔利斯卡非常喜欢王静泽这名年轻猩猩,下赛季两人一起踢球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 王静泽的出场,代表着广州恒大开始起用新人的信号,而进球,则是让恒大球迷看到了下赛季球队更大的重建希望。 广州恒大年轻猩猩猩猩猩猩,只是出场时间少而进步缓慢,担心老交替需要时间,所以塔纳瓦罗应该给王静泽等这些新人更多的机会,才能更快进行重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